自我起灵唤醒的状况就很多,我有遇过有一些人是在念经中突然讲灵语,也有晚上睡到一半四肢至开始不自觉动起来。至于人神一定要被唤醒这个问题,如果是外力一世就可以控制,但如果自我唤醒就很难控制了。 大部分本灵从出生那刻就我们相存,所以它本就存在。换一个角度想,本灵会自我唤醒觉醒的人,一般而言,都与内心有关系,比如对修行有兴趣,或者想学通灵,或甚至对宗教等等,人神与我们相存自我觉醒,一定是我们本身的缘故,不然先天灵不会莫名地找我们共存。 所以本灵唤醒不是他们的问题,是我们的问题。我有遇过,有人在我面前哭哭啼啼,说他不想灵动不想灵通,我说,人会骗人,但灵不会骗人,你内心真的一点欲望都没有。 仔细观察每一个人的灵动与本灵,可以看见人世间的百态,延伸阅读,我在人间与灵界对以及我在人间的灵界事件部,让你一次看懂,如何从平凡的人成为灵机的故事。